您猜我在哪儿 景山公园 各位好,欢迎回到外科技,我是张帅波 今天我来到了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Vivo要在这里举办Vivo为人家 我们的2021影像年展 这次展会的主题是我们的2021 而且展出的所有作品全部是使用Vivo手机进行创作的 我比较好奇手机拍出来的作品 在摄影展上看上去是什么样的感觉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现在是早上的6点20 正经人谁起这么早 我要去景山公园拍拍日出 虽说天气预报是阴天 很多人也知道我之前在北京待过几年 但是在这几年里 我从来没有起床认真地看一次日出 参加这次展览的早晨 看天气预报天气并不是太好 我想呢,碰碰运气 6点多钟起来 打车来到了故宫后边的景山公园 北京的早晨果然没有浪费我的早晓 正好出现了朝霞 然后用Vivo X70 Pro加这颗5倍光学变焦的潜望参交镜头 拍下了这几张照片 第一次在北京用这样的视角拍到日出 真的很不可思议 从展厅的入口进去以后 先开仪式感很强的目步 眼前一暗 然后先看到了这次展览的主题 展厅一侧是一个用来体验胶片冲洗的暗房 我接触摄影直接就进入了数字时代 对胶片的感受不深 匆匆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展厅的第一个主题是我们 什么是我们 是我是你也可能是他 我觉得我们是我的一个个日常组成 这些日常照片可能非常普通平凡 但是它填充了生活大部分的空间 一两张我的日常不经意成为了经典 我们系列有几张我特别喜欢 比如说这一张 这个作者我也不会读 他在新冠疫情期间用Vivo V20拍的作品 望 画面里有光影 有孩子们纯真的眼睛 有代表特定时期的口罩 看到这张照片 我瞬间被拉回到了2020年23月份 居家隔离的日子 我们系列如果我来选一张投稿 我会选今年9月7号拍的这张 记不记得这是我哪一期视频的背景 拍完朝霞我在北京拍摄的好运气 算是用完了 从景山公园走出来边走边拍 路上也遇到了几个不错的角度 比如说这个用长焦镜头 可以同时拍一下故宫和中国尊 唉就是天气不给力 早上如果在这个位置拍的话 估计也会很不错 古今严重建筑正好在一个方向 而且那边是出太阳的位置 连着楼梯上楼来到了展览的第二个部分 成长 成长部分我印象最深的是 翠丽的巡线和上发哥拍的洪水时期的公交车 特别是洪水时期的公交车 我记得郑州水灾的那天 有个同学在洛阳出差 他当时想尽一切办法回到郑州 确保家人的安全 这张洪水时期的公交车 可以说是那段时间的缩影 完全不认识的人面对灾害 积极面对互相帮助 一起度过那段困难的时期 一个地儿还得多拍 与景山公园不远的另一个经典机位是角楼 我到了以后已经有好几个大爷直开场子了 凭我的social skill 迅速和几个大爷达成一片 甚至有个大爷还给我坐视一手 继续往前走来到了第三个展区 这个展区的主题是夜色与梦想 夜游重庆 我在手机上看的时候没有感觉特别震撼 在展区看到的画面更大 我才发现 哦 盘上原来是一个一个的桌子 这是在吃夜宵吗 重庆人还真的挺会享受 而且我比较好奇拍摄者的位置 顺光而且还这么高 有重庆的小伙伴可以解答一下吗 厉害厉害 代表你啊 做师果然是拉近距离的好方法 跟做师大爷多聊了一会儿 我才发现 在一堆长枪短炮里 只有大爷加了一台手机创作 而且大爷和我这种游客不一样 五米的延墙支架 自制的镜面反射配件 几乎每天都过来拍角楼 拍不同季节的光影变化 嘿 你看 拿着长枪短炮过来拍 还不一定能拍过 拿着手机天天拍 角楼之所以经典 是因为拍的人多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拍的人多 所以把它拍经典了 绘画文学 在技术展区的第四部分之前 有一个很特别的区域 然后这上面都是小幅的获奖的作品 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 用星星点点一样放在这上 数不清的方块在多个方向镜子的反射下 给人一种置身太空的感觉 第四章节 未来与梦想 处在一个橙色的空间里 这一部分的作品给我的感觉是 像是走在街上 或走在城市里拍出来的作品 宁静 简单而美好 角楼拍到最后 拍桌的画面是不是理想 能不能出片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大爷呢 还是给我上了一课 要想拍好 还真的需要拿出手里的设备 投入120% 200%的热情 坚持坚持 再坚持 影展四个章节结束以后 可以找工作人员领一张参展的照片 帅不帅 把漂亮打在公屏上 看到这次展览 我的收获主要有两个 我还是要拿起手机 多拍 拍出的作品 找机会一定要打印出来 人人都是创作者 有形式感的欣赏自己的创作作品 也很重要 OK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收拾一下照片 我要回洛阳了 北京还是稍微有点冷 geven 赞评论转发收藏 杀 感谢观看